欢迎收看校园新闻 我是实习主播陈孝凡 本校园日前举办的校园真才博览会 不少厂商在学校摆设摊位招募人才 现场还提供职业试性色验与专业资讯 让同学了解与个人性格相符的工作 缩短就业探索期 及早确立自己的目标 现场就是一年一度的校园真才博览会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即将毕业的学生 把握机会找寻适合自己的工作职缺 校园真才博览会 不仅可以让同学有找到工作的机会 也能让他们对各行各业的工作情形更加了解 对一这三年级的同学而言 此次活动也可以先行了解市场趋势 在投入职场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面对这一波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师长们普遍认为继续升学 等待景气复苏才是比较好的对策 至于同学们的想法是如何呢 我现在已经念完研究所了 所以其实应该是要出来工作 因为如果继续念博士班可能要念个五年 到时候我就人老珠黄 所以我想我应该会先出来找工作 然后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如果真的经济非常不景气的话 那就连工作找不到 那才有可能会考虑再回去升学这样 我想要看一下就是现在的产业趋势是怎么样 然后针对那样的就是在这两年内充实自己 然后将来就是进入相关的领域工作 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兴趣与本科系不符 他们在毕业后是否会优先考量 与本科系相关的工作呢 目前的走向应该也是会走自己相关的 因为我是读财税的 所以就是上去的话应该是会读高普考这样子 对这样有在组备这样子 我是觉得如果相关科系是还好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经济不景气 然后其实要找到有工作就可以的 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真才补览会 提供同学们获取就业机会的资讯 而今年的活动与往年有什么差异呢 最大的不同是大环境的改变 经济的衰退 所以去年是两天 今年是一天 厂商数已经减少到一半以上 所以这是最大的不同 可是另外一个最大的不同是 今年一天的人数突破了 去年两天的人数 因此可以知道 大家对工作需求人数呢 也比去年要增加了 对刚要进入职场的大学生而言 未来要从事什么工作总是难以抉择 学校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同学能对就业市场有所了解 帮助同学确立方向 使同学们对于进入职场 不再蓬洪无助 文甲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实习主播陈小凡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